气胞事件接连发生 大家都希望这样的憾事不要再出现 台东县社区妇女宣导大队长陈灵燕 就立刻加强宣导瓦斯使用的相关知识 希望靠着宣导影片的制作 以及各种管道的加强宣导 让民众对瓦斯多一份了解 就少一分伤害发生的机会 台东县妇女防火宣导队 从民国88年成立至今15个年头 我们分布在16个乡镇 共有21个分队将近550位复宣自攻 我们从事居家的防火防灾宣导 平均每年约有6000户 那在最近一连串及起的瓦斯气胞事件发生之后 我们发现我们的宣导的脚步 要再更积极而且要再更强化 所以我们开始用不同的通路跟方法 比方说录制宣导的影片 比方说结合地方的活动 来强化这个社区的宣导 我们希望把这样正确的方法教育 带给民众之后 可以大幅的降低 并且预防在台东的任何发生意外的几率 了解瓦斯并且正确使用 它会是生活中的好帮手 但是如果忽略了其中的危险性 就会变成危害安全的隐形杀手 你离开厨房的时候请您务必 人离火席 第二当你闻到瓦斯味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慌张 您要做的动作 第一打开窗户让空气流通 第二立刻关闭瓦斯 不要去碰触任何电器的开关 第三请你打119 不管是拍摄宣导短片 还是挨家挨户的做宣导 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 这些使用保命的知识 妇女宣导大队 就是要尽全力让大家都知道 让你我家庭都能够安全幸福 东台新闻正会如林婉珍 陈晋雄黄新平 在台东市的采访报导